好,大家下午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一财学院的课程 今天是春节常假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如果你看指数是一片欣欣向荣 但指数的背后,也就是说个股的情况 真的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特别是微盘股 对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微盘股指数 先来看一下微盘股指数 微盘股指数今天又大跌了9点多 9.07 最多的时候快跌10% 在这里,跌了10% 那么微盘股的这种走势 就这种的下煞 肯定是有其原因的 待会我来讲一下 大概的情况来讲一下 那么本来想的这个地方有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就是阻挡 对吧,就是谈一下再下去 那这个就基本上微盘股这样说吧 基本上就一步到位了 直接杀完了 微盘股就是在这波杀跌当中 就一枪头全部杀完了 全部杀完了 那么从结构上来讲 就是ABC的杀 对吧 A,这是A,然后这是B,反弹 反弹这个位置没上去 对吧,然后现在C浪的杀跌 基本上就是一次杀完 后面会有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可能还会有个反复 但我觉得这个位置 反正不管明天是不是再创新低 那就基本上是一次完成 一次杀完 那么如果大家看一下周线的话 这种周线是历史上都很罕见的 对吧 这种就是一定是有了 这么说吧 这种K线出来一定是不是这个 就是我们说纯粹的技术原因 对吧 一定是有外力的 或者说有些原因的 你看两个月嘛 对吧 就是不是两个月 两个星期啊 不是两个月 两个星期啊 上个星期跌了21% 这个星期到现在已经跌了快25%了 这个是历史上都很少见的 两个星期就在这个位置上 两个星期要跌掉 这个将近50%了 对吧 你这个从上面下来的话 对吧 历史回撤嘛 按照历史回撤来讲 也够了 也够了 就这个回撤肯定是够的 那么也就是说 直接就腰斩了 对吧 那么一般来讲 这么快的速度腰斩 也就是肯定是尾声阶段 那解释一下吧 就解释一下VIPA 那么为了这个事情呢 我肯定现在是有一手资料了 对吧 就是很确定 很确定的跟大家讲 就100%的这个一线的这个情况 就是不是什么传闻 不是什么传闻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威盘股去年的抱团 就这一波的抱团了 就去年这部抱团 抱上来这部抱团 这个就不要了 就是威盘股这一波抱上来的这个抱团 对吧 主要呢 其实是量化的策略 因为大家都知道量化发发的很多 量化呢 然后在去年 就2023年的时候 量化都很牛 对吧 基本上吊挡市场上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 这个权益类的基金 包括公募啊 包括一些私募啊 基本上是这个吊打的 2022年的时候呢 量化做的比较好的呢 是指数正常型的 对吧 当时规模比较大的 几家都是做的很好的 然后进入到2023年呢 这个做的最好的 就是对冲型的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叫 其实就是叫小 就是威盘或者小盘 对吧 这个策略对冲的啊 他们做的比较好 这个模型 那么说一下原理啊 他的原理就是抱团小票 然后融券 对吧 做空 就这么回事 那这样的话呢 他的这个收益就很好 我知道的就是 蛮多的这种 就是在去年 他们收益都是30%加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30 30多 对吧 甚至50的也都有啊 就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这种策略呢 他首先是你要大量 收集小盘股的筹码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小盘股 威盘股 这就是威盘股 只是为什么一直在高位 对吧 当时在高位 我其实当时我们跟大家讲过 我说威盘股只是很危险 要补跌的 但真的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会跌成这个样子 我就是我当初我认为就两段时的下跌 什么叫两段时呢 我认为就反正最终的目标在这里就差不多了 对吧 但是现在是有外力 然后我就说一下这个情况 反正呢 当时就2023年就是流行这个策略 那么到了2024年呢 其实我觉得市场肯定会有所变化 对吧 因为没有一种策略是永恒的 对吧 市场是变化的 然后威盘股跟这个指数跟上增50指数减刀差太大了 我觉得威盘股肯定要跌 当时是知道反正威盘股就有资金在里面爆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量化基金买了那么多 就基本上因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昨天的那个龙股榜 昨天的龙股榜就是这个这个 昨天的龙股榜其实很就是很多的票都上龙股榜了 特别是很多跌停的票 你们就可以看一下 跌停票里面你能看到交易席位里面全是量化基金 对吧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 基本上小票里面威盘股里面 这种小事的票里面 驻扎着大量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叫量化基金 因为量化基金等于在里面做装 来回的倒腾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反复的收割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可以龙圈 做空 这个就是 中大盘股 就是就大概这个策略对吧 就是各种的这种套利策略 所以呢 甚至于说 还有呢 就是龙圈对吧 就是拉上去了 它龙圈砸 砸完了以后 把圈还掉 当中不是套利吗 然后又买回去 那么大家会看到这小盘股是有波动 但总体它就在一个很强的这个区间里面波动 它们实际上就是算了那个小盘股波动的钱 那为什么去抱团小盘 小盘呢 买了那么多的小盘呢 因为其实小盘体量 说白了就是为了做装方便 就小盘股的体量比较小 你拿筹码 只要拿到一定程度的筹码 你不需要花很大的钱 对吧 你就能操控这个股票的日内的这种波动 甚至于一周的波动 那么所以它们在整个的量化的股票池里面呢 聚集了大量的小盘股微盘股 其实就这么回事 对吧 那么进入到今年 因为整个市场发生了系统性的风险 对吧 整个系统性的风险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作为量化来讲 就刚开始大家会发现 你看就微盘股值很强 其他都开始跌了 就像这个上证50之类的 这些都跌了 就跌了很久了 对吧 那么 今年的这个情况 其实就是全市场的系统风险 那么系统风险来的时候呢 刚开始是 这个大家也知道监管是不让卖了 对吧 不让卖 结果呢 后来就开放了卖 就基 因为基金要赎回嘛 对吧 就公募要赎回压力很大 开放卖 结果一卖呢 把市场给盖下来了 因为整个市场本身就 这个流动性差 对吧 又处在一个熊市 结果这种外力出来以后 那么所有的这种弊端都都形成了 就是因为IPO的这个这个叫做打扩龙 对吧 然后那个加上这个整体的就是我们讲的赛道啊 核心资产啊 这边资金这个很拥挤嘛 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人去拖 只要有人卖对吧 那么再加上场外的一些因素 那就导致整个市场就开始崩了 那么一崩完了以后呢 当时的包括很多的量化 其实他们是可以选择扛的 就是因为他他的小票嘛 都是小票 结果也是这种情况 刚开始呢就不让他们卖 所以你从一开始卖呢可能会好一点 对吧 因为卖了以后呢 他就有流动性嘛 你慢慢慢慢就会有承接 对吧 甚至于说有些可能 有些资金还会去接 对吧 那刚开始不让卖 然后从上个星期 就是从上个星期开始 所以我们看到微盘购指数 微盘购指数 对吧 就从上个星期开始崩掉的 就从上个星期开始崩的 刚开始呢不让卖 后来呢 就是指导嘛 对吧 就是说我在这个 说这个量化基金的仓 就是持仓结构不好 什么叫持仓结构 你们都是搞小票 不行 他要规定持仓结构 对吧 那么结果就导致什么 如果你规定了持仓 就是裁判员下场 当运动员了 那就麻烦了 就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干预 就有点像 如果我今天手里有钱 我想买什么股票 应该是我自己决定嘛 对吧 就是盈亏自负嘛 你管我买什么了 对吧 只要我能买就行 但是呢 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这个不能买的 那个也不能买的 你只能买这个 那就麻烦了呀 对吧 那你就是 也就是说 能买的地方 他会有流动性 没有买 就是不能买的地方 他会失去流动性 那本来其实 量化跟量化之间啊 我说句实在话 就是不管是量化也好 你用量化收割散户 量化收割这个油脂 量化收割谁谁谁 对吧 都可以 所以本来 量化收割的地方 它是对手盘 同时量化跟量化之间 它也是一个对手盘 你别以为量化之间 就不是对手盘 结果导致什么呢 它是风格完全一致了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不让你买了 你只能买 什么意思呢 就因为你持商结构不对嘛 你的仓位里面大部分都是小盘 对吧 小说微盘 可能把百分之八九十的仓位都小 那不行 现在最多只能留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对吧 你的结构要调整 那就导致什么呢 整个的微盘股要促清 那微盘股如果按照促清啊 就是当然这个数据我没统计过 对吧 就有人会统计 整个微盘股如果要促清的话 大概是四千亿 大概是四千亿 那么这个规模 你们就知道了 不亚于雪球的规模 对吧 所以你看 因为越雪球对应的是 中正五百跟中正一千 而量化对应的是微盘股 那就算是五百跟一千亿 也不会跌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 微盘股会跌成这个样子 因为体量小 所以体量越小的东西弹性越大 它涨的时候也好 对吧 涨的时候也是一路向上 跌的时候那就非常惨烈 对吧 那么 微盘股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出清 需要有个出清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据昨天的统计吧 就昨天的统计 可能才百分之七十 七十左右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没法统计 对吧 你没有办法去一家一家的去统计 人家的这个持仓等等 这些只有这个 就是结算中心 它才能可能有这个数据吧 对吧 或者说是管理部门才会有这个数据 那我们也没有这种数据 但只能是说听 别人讲吧 或者说听这个场外的一些统计 大概百分之七十 那加上今天这种出清 那随便什么样 我觉得八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肯定出清 出清了 可能还会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非常残酷 因为今天中午我跟我朋友打了个电话 那我也问他一下什么情况 因为他们去年做得很好 百分之三十八的收益了 对吧 今年年头的时候 还有百分之九点几的收益 现在反正我 据我另外一个朋友讲 他们也是买了他们的产品 对吧 现在已经倒亏百分之二十几了 因为这个你要知道这种杀伤力 对吧 那肯定很大的 那么我今天中午问了他一下 就跟他沟通了一下 然后我说什么情况 他说我们总盘子 他没跟我说其他的 他说我们总盘子现在割了 割掉了一百五十一 你想想看 就一家 我现在就是因为大家有关系 人家会跟你讲 大家关系很好 人家会跟你讲 我们一家就割了一百五十个亿 割了一百五十个亿 你想想看 因为如果总的盘子才四千亿 对吧 他们一家就搞掉了一百五十亿 所以非常惨 对吧 就是也许啊 我说句实在话 就是大家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可能你手里有这种小票什么的 你觉得也挺惨的 跌得很惨的 对吧 因为其实因为你也是 只是看着自己的账户 但如果你要知道 人家割掉了一百五十亿 这时候 真的是 身不如实 对吧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过产品 你没有管过大资金 你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对吧 说就是 就 我朋友跟我讲 说老板这两天自闭 就什么意思呢 老板都 不跟你说话 自闭了 对吧 那其实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嘛 就是我们以前讲 每日人雄诗啊 对吧 各种戏啊 德龙戏啊 以前是什么 这次我们看到什么中直戏啊 各种的戏 对吧 会爆掉 那么 现在就轮到了 这个花如百日红嘛 没有一种方 就是没有一种 一种这个东西是可以 永远在这个市场上 长存下去的 对吧 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是 去年的时候真的 那帮 这个量化基金很牛逼的 到处都是他们在那里 就看不起别人 看不起公墓 看不起私墓 看不起油脂 他们觉得自己很牛逼 我以前讲过 他们都是用模型的 你跟他说基本面上 不懂的 我们只要这个东西就 分分钟说给你们 就这种态度 就很牛 对吧 比村里的态度都牛 那你想想看 那 反正用一句 比较熟的话嘛 对吧 嗯 没有量化的时代 只有时代中的量化 任何的所谓的创新 任何的模型 他只能够在某一个时间段里 比较好 而不能够永远在这个市场上 对吧 一直什么 红火下去 所以现在就轮到了收割量化的时候 但我觉得 这种量化这些东西 他从诞生的开始 是因为我们整个的金融市场 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金融市场 它本身是不成熟的 因为你没有更多的制度去制约它 对吧 导致今天量化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说白了就是量化在里面不断的收割 对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花招 其实就是包括转龙通啊等等这些 其实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钻了你制度的漏洞 然后为他们服务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 制度上的欠缺所导致的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政策 什么的都是基本一刀切的嘛 对吧 突然之间你要让它转向了 因为我们这边转向都是硬走路的 没有软走路的 对吧 说停就停 说弄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突然之间你要让它转向了 那它就要砍仓 对吧 它肯定要砍仓 那么砍仓了 就会造成这种局面 那有人说那量化的时代是不是结束了 我的答案是没有 你们还记得吧 就那反正我就跟大家聊啊 你们还记得吧 今年我跟大家聊的时候 就跟大家聊的时候 我说了一个观点 我今年是中盘古的天下 这个天下是在哪里 是在被收割掉的中正五百跟中正一千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两天的这个中正五百的这个指数 那大家看一下翻弹 涨了百分之六点几 昨天七点几 对吧 昨天七点几 今天六点几 然后呢 再看看中正一千 中正五百肯定是最好的了 对吧 中正一千 为什么 这里已经爆掉了 这里雪球已经基本上全部敲路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千昨天涨了百分之七这样几 对吧 今天又是百分之四点几 那而且都是放量 那代表什么 我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今年的方向 因为特别大的东西 我现在说回来 今天大家可能很不爽 对吧 哎呀 又去拉中国神华了 又去怎么样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你不拉这些东西 那边崩掉了 对啊 那边小的不断的下沉 你只有靠这个东西拉 拉了呢 是什么的 因为这个拉是代表什么 反正现在我就是表个态 对吧 资金表个态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是什么呢 然后场内的资金 场内的资金永远是谁赢帮谁的 对吧 场内的资金一看 小的还是这个样子 那又回到什么 又去躲到大的里面去避险 大家明白吧 就是大票 现在的时候的红利票 对吧 除非你小票打起来了 红利肯定是跌的 对吧 今天银行其实也是已经开始这个走转落了 但是呢 这些大票 我周一做节目的时候 包括昨天跟这个这个这个 昨天我们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聊 对吧 也是的 他不会马上结束的 他不会马上结束的 不会这个说 哎呀 好了 我这个就开始跌了 对吧 你们开始涨我就开始跌 不会的 他要不就是在高位震荡 要不就是还有一次加速 那么这么多年的经验啊 就是来看 这种大票 他应该是在加速中死亡 就算最后还有一次加速 但我也不知道这个加速的触发因子是什么 对吧 就也许就是反弹了一下 比如说整个市场反弹了一下 对吧 那么到到这个 呃 截后 他可能还会有一次反复 就是还会有一次回踩 那那个回踩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指数不见得 踩很多 那么 其他股票 比如说还在 还有回踩的 那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票 比如中石油啊 中国神华啊 对吧 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是大家看得到的这种大票 好像电力啊 他可能有次加速 突然之间某一天 甚至某一天中国石油涨百分之五百分之七啊 这种 对吧 都有可能 那这种加速完了以后就结束了 那基本就结束了 所以现在其实要不就是差一次加速 对吧 要不就是在上面 他还要这个震荡很久 因为为什么 指数的这波稳定 到目前为止 其实指数还是没有稳定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他只是刚刚反弹 如果你看K线的话 人家也就是反弹了两天 你要说稳定 他肯定没有稳定 对吧 那不管什么指数 都是两根阳线 就两根阳线 创业板也是一样的 你要说稳定 肯定没有稳定 那你现在要稳定指数 那这帮家伙肯定是不能大跌的 对吧 我们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 就板块的角度上来 今天这个银行板块是由 这个不跌的 对吧 就是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对吧 中国银行就跌了 对吧 早上跌的还挺多的 其实 上午的时候跌的还挺多的 随着你看大半部闲 因为他们又有资金开始拉回来了 对吧 工商银行也是的 对吧 早上工商银行跌了3%几吗 我记得 最多的时候跌了43%几 4%了 对吧 早上是3%几 到下午的时候就是4%几了 对吧 那这个也很厉害了 你最多的时候跌了10.51%了 对吧 也很厉害了 大家可以看 对吧 那这些呢 其实就是说明 代表红利的这些品种 代表红利包括农业银行 都是的 对吧 这些代表红利的品种 现在开始筹码在高位松动 但是他们也不会说 一步登天的就 它涨的时候也不是一步登天 那跌的时候 当然也不可能什么 直接跌落深渊 它有个过程的就震荡 然后呢 大家只需要看什么呢 比如说看它的重心是不是下移了 对吧 比如说今天这个低点 今天这个低点 后面可能要震荡 如果这个低点很明显 被一根 比如说再来一根中心线给跌穿了 那这个短距趋势 或者说这一轮的趋势就结束了 对吧 那么我们也讲过 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看五洲军线 因为它离五中线还很远 那鲁洲军线如果跌穿了 拐头了 那基本上这一波就结束了 对吧 就可能要迎来调整 那么其他的大票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没有那么快 它肯定有反复 肯定有反复 所以这个是关于大票的问题 那么今天因为成交量是够的 整体的成交量有一万多亿了 对吧 今天要一万 这个 一万一千亿了 对吧 一万一千多亿 一万一千两百亿吧 那么一万一千两百亿 那这个量肯定是够的了 对吧 肯定是够的 那么 就是 好 我讲错了 一万零 一万零两百亿 对吧 一万零两百亿 对 一万零两百多亿吧 那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 我们 能看到的情况 对吧 就是我们能够 看到的情况 就是 一万多亿的成交量 它肯定是能够 支撑 这个 包括 所有的盘面的 你说一万多亿了 对吧 你能肯定能支撑的 那么这一轮的反弹 我讲到现在 就是这一轮的反弹 我觉得 如果你能看到 一万两千亿的成交量 或者接近 一万两千亿的成交量 那你要 要小心 这有可能就是个 短期的高点 因为你这个不可能 无限度的放量的 现在实际上 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你底部 你放了这个 一万多亿的成交量 说明筹码交换 是很 很这个 就是 很充分的 对吧 筹码的交换是很充分 就底部你放的 这个 这种量 对吧 这个万亿的成交量 在连续两天了 对吧 昨天是这个 九千多亿 今天是 这个一万多亿 那么连续两天 在底部 你筹码充分交换 这个肯定是好事情的 而且你有了 这个一万多亿 比如说 这根阳线 做支撑一万多亿的成交量 那也不可能 马上结束 对吧 这样的话呢 也为截后的行情 这个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那么我先说一下 明天 先说一下明天 然后我们再说回微盘国 明天实际上还指数还是要顶住的 对吧 我不是说光指数的问题 就明天的市场还是要顶住 因为如果说 今天实际上市场分化的很厉害 对吧 为什么说分化的很厉害呢 大概有 六百六十只以上的股票 我们可以看一下 跌停的股票是两百八十多家 那么有六百多只股票 就六百六十家股票 是跌幅超过百分之九的 对吧 超过百分之九的股票 六百六十多家 对吧 也就是差不多 就是六百多只股票 也算跌停了 对吧 那实际上真正跌停 是两百八十几家跌停 对吧 那今天跌停版的股票 比昨天还要多 对吧 昨天没那么多的股票跌停 今天那么多的股票跌停 对吧 那主要当然大家就知道 就是来自小盘微盘 就这个还没出情 那么也就是说 明天实际上市场的环境 要有所改善 因为明天有所改善 才能为节后 就是才能安抚节后的 市场的这种心情 对吧 因为如果你说 我明天这个情况还没改善 大家对节后的预期会更差 是这个道理吧 就是你看 又救 就是指数是救上来了 但是个股是一塌糊涂 对吧 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什么呢 就节后依然大家不敢做多 就节后还是不敢做多的 对吧 或者说你这个就是环境很差 就行不成合力 那你行不成合力会导致什么 就是已经反弹的 或者在高位的东西 有可能又跌回去了 对吧 因为市场行不成合力嘛 什么时候大家都觉得 我只想买 不想卖呢 是因为什么 就是反弹需要有一个良性的轮动 就是好 今天你反弹 明天我反弹 后天他反弹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好 那我就不愿意抛了嘛 对吧 反正我都能轮得到 那如果说 是像这种环境 就昨天反弹100多家股票 这个涨停 对吧 但是也有一百多家股票跌停 那今天又反弹了 结果有两百多家股票跌停 那你想想看 明天如果再落 对吧 明天如果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改善的话 那就所有厂子里的人 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超跌反弹来做 就知道 现在这个地方就超跌反弹 对吧 那超跌反弹以后 那到节后 他就很容易才又形成一次踩踏 所以我本身比较担心 节后应该还会有回踩 但是因为现在卫盘股 跟这个小盘股 对吧 其实不是节后的回踩了 现在就是在做回踩 就昨天反了一天 今天又下去了 对吧 所以明天要相对齐温 明天要相对齐温 这样的话呢 节后就算有这个 比如说还有一些 这个技术上的回踩 所谓的技术回踩嘛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看一下周线就知道了 对吧 因为周线现在 五周军线是反压的 十周军线反压的 所以你再冲一冲的话 那到了节后 因为你比如说 你要冲十周军线 你再冲一冲 那毕竟这里都是有 军线压力的 所有的军线都是反压的 它不可能一口气顶上去 一口气顶上去 就无限放量 就无限放量 对吧 就一直你得成交来放上去 那正常一般就是 冲一冲 对吧 十周军线 比如节后回来 冲一冲 这个十周军线 那么 它就要向下去 回踩五周军线 做确认了 这个都是 技术上都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为什么说 节后应该还会有确认 那么像深圳 就更弱一点 它本身五周军线 是向下的 那么正常也是的 冲一冲 可能就得回来确认一下 对吧 那今天唯一好的地方 我觉得成交量 放的比较好 那么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 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 对吧 那有人说 这个是不是低点呢 这就是本轮调整的低点 本轮调整应该不会再有低点 对吧 但它不是牛市的起点 也不是说 这个地方就历史大底了 然后一路向上了 不是的 并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算是 本轮反弹的一个 这个低点 也有可能就是 一季度的这个低点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一季度的低点 搞得好 有可能是上半年的低点 对吧 它后面就是反弹 这个结构能反出来 这最好 当然我们还要看 反弹的这个 就是这个力度嘛 对吧 一般来讲 像现在这种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这个反弹的阳线的力度来讲 那么这个反弹 肯定不是一周两周 就会结束的 肯定是以月来论的 对吧 那技术上呢 技术层面还需要有一个确认 这个确认是什么呢 叫破底翻 你看这个地方不是 反弹下来 对吧 再反弹 那么要破底翻 要翻到上 什么上面呢 放到这个上面 就是2923点 这个就是破底翻成立 那么破底翻成立以后 技术上是2635 是不会破了 创业板指数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你要有个破底翻 那么还差一口气 创业板还差一口气 生成值呢 也差一口气 那这就是破底翻 那当然这个 科创业板指数也是差一口气 对吧 那你得把这个结构做出来 科创这里呢 很像1849 科创是最像1849的 科创业板这个指数 所以后面只要确认就好了 科创业板这块就确认就好了 对吧 那么这是指数 指数我就跟大家说了 也就是明天 其实比今天还关键 我觉得明天 明天实际上不是指数落不落 是盘面不能比今天落 你说指数这个东西 你不能指望它天天避空 对吧 昨天创业板涨了六点几 今天涨了二点几 那明天正常情况下 可能零点几 百分之一都有可能 对吧 或者说收一根1449K线 也可以都能接受 那最好还是收阳线 那比较 就是这种阳线就是 表示还是很强的 但是明天的盘面 不能比今天长 你不能再搞什么 再搞几百只股票跌停 对吧 然后呢 情绪指标 明天也是一样 最好还是什么 就是要涨的加速多 跌的加速少 今天还是3000多只股票跌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吧 这是平均股价 股价嘛 一样的 平均股价指数 你看今天是个四字形 对吧 那明天最好能够收根阳线 能收根阳线 对吧 这是从指数层面上来讲 但是大的 我先说大的结构 就大的结构 这一波 肯定不是什么 一两个星期的反弹 所以你从 我这么说吧 就是你不是说太短的 不是说去套个利的 对吧 不是说我节前就是抄个底 拿个红包的 那你不用担心 或者说你现在手里的股票跌了很多的 你说有的人说 那我现在手里股票涨都没涨 那我怎么抛 你不用抛 不用抛 我们把它分开来 这是两件事情 我说的哪两件事情 就是昨天 前天你去抄底的人 你就是来抄底的 你要拿一个春节红包的 你就拿走 对吧 有人说那我的股票根本就没什么弹 甚至不但没有弹 还跌了 我总不见得抛吧 我的建议就你不要抛 你不要抛 好吧 就是就拿着 就拿着 因为这一波反弹 就未来的这个 其实不是未来 其实这里已经是终极反弹的起点 就这个地方 随便拿个指数都一样 这个地方就是终极反弹的起点 但它反弹不是天天早 它不是说我每天都这样早 对吧 它肯定是有什么 崇高回落 然后找支撑 支撑完再上去 它肯定是这样的 那第一波越猛 就是我们讲的叫做 攻击 这个昨天不是那根攻击K线吗 就是这根K线出来了 这根攻击K线的力度越大 代表什么 代表未来的行情 相对基础就越扎实 就我们这反弹的行情 越扎实 那昨天我们看到的是双创指数 对吧 是不是双创指数 昨天我们看到的 就双创指数的涨幅最大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观察目标 也就是双创指数 什么时候双创指数涨不动了 你就要小心了 对吧 为什么说小心 双创指数如果涨不动了 毫不疑问嘛 那就反弹 可能就要到一个临界点 现在还看不到这种情况 对吧 现在根本看不到 我们就拿创业版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60分钟 对吧 60分钟没有背离 30分钟也没有背离 对吧 30分钟也没有背离 30分钟它只是这里 这里可能短期 还有的一冲 我觉得还能冲一冲 冲一冲可能下轴就再回一回 对吧 那就这种情况 那么生成值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这30分钟对吧 60分钟也没有的 然后上证呢 今天 这个60分钟也没有 30分钟没有 但是它在五分钟结构 早上是有个这个顶背离的 看到没有 早上有了一个顶背离 这五分钟结构 对吧 然后呢 做了修复 又创了新高 这是因为五分钟 它只管很短的时间 对吧 五分钟一般就是管两个小时 最多了 它做了修复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个修复是什么 因为尾盘最后比如一小时啊 这种对吧 很明显了 就是还是有资金 又去拉这种权重了 对吧 顶上来了 那么这种资金呢 就很明显了 对吧 就是剪刀插拉的非常的大 对吧 很明显就是把指数给顶住 就是那个总的盘子 它不能让它掉下去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不拖 掉下去 那不得了 今天那就不是 这个280多只股票跌停 有可能就是 又是将近500只股票跌停 如果这样直接就下去了 就最后半小时 对吧 那这个可很惨的 因为你大半的分数 黄板县距离太远了 拉得太远 好吧 好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讲了 再讲回 这个今年的这个特色 包括微盘股 那么今年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从 刚刚我们讲的中正500 跟中正1000的这个 这个指数的情况来看 我能了解的是什么呢 因为首先量化不会被消灭 对吧 它只是说量化有很多的策略因子 也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模型 那么这些模型呢 它会就像工具箱一样 它会搬出来用 你不让我用这个 我用另外一个 对吧 那么现在他们如果 就是没有看错 或者说没有搞错的话 对吧 那么量化其实 它那边是小盘在出清了 出掉 那么市场你看成交量又那么大 成交量不是放到一万多亿了吗 那就说明了 它在出的同时又在买 才会出现这么大的成交量 这样大家明白了吧 如果只有人抛 没有人买 这个量放不到那么大 特别是在春节前 最后第二个交流 怎么能放那么大的量呢 它一定是 就是左手我卖 卖完以后 我再买 就这个大家都有精力 比如你有 你有50万的股票 你50万的股票 比如你手里拿了两个股票 够25万 那然后你今天抛掉了 把这两个股票抛掉了 比如你这两个股票 赚钱了抛掉了 然后呢 你转手拿着50万 带上利润 可能变了51万了 对吧 你又买了两个股票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等于倒腾了一遍 拿着50万倒腾了一遍 那这个成交量 就不会说 对吧 市场成交量非常不会说 还会争 就这个道理 如果呢 你说我抛掉了 就是一次性买卖 就一次性抛掉了 我不来了 那是不是少掉了 对吧 就少掉了 反正就是有人买了50万票 但是你的50万拿走的 对吧 你没有再转进去买 对吧 就这个情况 那如果买你50万的是存量 那就存量减少了 如果是增量 那就无所谓 对吧 就你的那部分 别人补上去了 我现在来讲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大的成交量 那很明显了 就是他的左手在卖 他的右手也在卖 就是这个量化基金的左手卖掉了 把微盘股砍掉了 然后他买了什么 就是买了中盘股 对应的就中正500跟中正1000 所以最近大家看到的情况 就是中盘股的反弹特别的好 那这些中盘股呢 有的是有这个基金的 对吧 但有的可能也不是说完全的这种基金票 但是他是中盘股 那我给一个定义 中盘股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大概在50万到150万之间的 这叫中盘股 不是讲出了50亿到150亿之间的 叫中盘股 对吧 那有人说 能不能这个 这个再往上一点 那一般超过200亿的 那我们选做中大盘股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中盘股 那中盘股里面最最好的 其实就是50到150亿的品种 是最好的 对吧 这就是中盘股 中盘股 所以你看包括什么 这两天长得比较好的吗 一二的什么农藏生物啊之类的 对吧 其实就是中盘股 典型的中盘股 中盘股 为什么说它是中盘股 因为它涨了 涨了两天变了200多亿 但是当然流通市值还是很小 它还是50亿的 这个以上的到100亿 就这些中盘股 那包括什么增海 资财之类的 对吧 就中盘股 你看到吧 总市值70亿 就中盘股 那么定义就是 最近其实涨的最好的中盘股 那么中盘股就很简单了 就跟大家说过来 中盘股基本上是 这个 由那个叫什么 开始 103亿的 对吧 这个什么滑风测空 也是半导体的 那么中盘股应该就是 量化基金调仓的方向 所以今年 整个来讲 我们之前 我有个结论 对吧 就跟大家说了一个结论 就是 但凡一个地方被打爆掉 就是500跟1000 这两个地方不是被打爆掉了吗 因为你打爆掉了以后 你雪球敲入了以后 就代表了什么 这个地方是结束了 对吧 这不是说 我们讲过 就如果你带杠杆 杠杆爆掉了就结束了 这个地方其实筹码是空的 没有套牢盘了 爆掉了 你知道吧 什么叫套牢盘 套牢盘就是我买了一个股票 我不跑 这叫套牢盘 我是浮贵 我就不跑 怎么样 10块钱得到1块钱 我也不跑 怎么样 我等他回10块钱 对吧 那这叫套牢盘 是吧 是这个道理吧 如果说10块钱的股票到5块钱 就被平掉了 那这个10块 这个地方10块钱是没有套牢盘的 因为他的筹码变成5块钱了 一下去了 就是有人把筹码买走了 所以那你们知道 就是5001000 他所对应的很多的中盘股 一旦敲路了就没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好 我把这个解释完了以后 对吧 今年实际上 我觉得中盘股的机会非常的大 但是不应不是说 因为中盘股的机会大 是不是小盘股就要死 不是的 我们再回来看 微盘股 所以大家听清楚 历史上 这种是很罕见的 不管在国内国外 因为这是一个指数 它不是某一只股股 你说某一只股股要退市了 怎么样 这个另当别论了 这是个指数 指数出现了这种情况 离五州均线的关率率那么大 离五日均线的关率率那么大 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那我现在给你一个百分之 就是我 你们也知道 对吧 我不喜欢说马后炮的事情 就像那天 就像昨天 对吧 我跟大家讲了 前天我抄底的 我也跟大家讲了 昨天早上我特别做了 你们不敢 实际上就是 告诉你买ETF了 对吧 我昨天还说了 可以白股涨停 对吧 那因为我们是课程 我不是指导你去买某一只股票 我们应该大家去买什么东西 这个没有办法去做到 对吧 我也不是什么神 但作为课程 我觉得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对吧 我连我自己买了 我都跟大家讲了 对吧 而且都是同步的 然后昨天还特地说了 对吧 大家都不看好 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地 电视 做电视节目 我也是说了 对吧 这个2035点 就是春节前的这个地点 不会再有地点 然后ETF这些 就我觉得 做到我这样 对吧 至少 我没看到 其他的 马后炮的人一大堆的 涨了都来说了 对吧 至于就是 有人买了 有人因为不敢买或是怎样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认知跟你的经验问题 反正熊市就是这样的 熊市会教育很多人 也会给很多人留下宝贵的经验 对吧 以便你在下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应该怎么样 就是 只有在熊市里爱过毒打的人 才能够明白 熊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或者说才能在未来的 这个有行情的时候 享受到真正的这个利润 这个过程谁也逃不掉 就是你得经历过这些东西 对吧 不然我就说不 我就讲不出来 为什么是1849的模式 对吧 虽然每一次 就是虽然每一次市场的下跌 总会有不同的理由 但是市场它本身是有效的 有很多东西是以前发生过的 其实就是 就有点像坑都是一样的坑 只是摔下去的人不一样 对吧 或者说是摔下去的这个过程不一样 但坑都是同样的坑 那到了某一个 就是点上市场是会有信号的 我们说了吗 就很多人胡言乱语了 对吧 连看风水的先生都要开始预测指数了 那莫名其妙的 这种事情都发生了 没有人开始看 好 大家都很悲观 对吧 然后又急杀各种 各种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指标其实都到位了 就差 就差一个信号了 对吧 就差一个盘面信号 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这个无所谓了 我就拿一个系统信号 就周线的 上周的周线 这上周的周线 上周周线 所有的信号都到了 所有的信号都到了 肯定要反他了 对吧 就是哪一天 所以周一的时候 我觉得就到了 就是本周一的时候就到了 所以我敢在电视节目当中讲 我也敢抄底 对吧 也跟大家讲 所以这些信号是到的 肯定到了 是吧 就你要相信 技术是有用的 然后呢 技术要加什么 一定要加上 所有的盘面信号 以及场外的那种 恐慌的信息 这种信号 对吧 对吧 很多人真的就已经那个了 然后呢 也有那些 就是跌了又看跌的 各种各样 关键是什么 包括转龙通发各种各样的消息 出来以后 被无限放大 就你所能听见的 你所能看见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别人想让你看见的 我刚刚跟你讲的 微盘古 微盘古的情况 是大部分人还不知道的 你只知道在出清 到底什么情况 什么样子 对吧 你是不太清楚的 那这个我跟你讲 毕竟我拿了一手的东西 对吧 我身边自己的朋友在做这个 他们是最清楚 他们的数据 其实就是所有 微盘古量化策略 量化基金的这种数据 一模一样的 对吧 他们也在调查 所以就是这个数据 好那 微盘古 微盘古跌成这个样子 所有的数据 我们再来看一遍 这是数据 周线的数据 这是日线的数据 到了今天 日线出来了 这个数据 这是短期 严重的超跌 所以我跟大家讲 扛着 拿着 不是说扛着 就你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摟摟了 那么我也在这里说一下 可能你们也别问我买什么 因为我自己手里有个微盘古 气死人 对吧 对了 我今天是买了一个下午 因为为什么买了一个下午呢 其实很难买 因为上面的单子很少 我又不能去扫单 买了一个下午 买了一个下午才买了五万古 买了一个下午才买了五万古 我本来计划买七万古的 但因为我设了价格的 价格的这个范围的 收盘的时候 扶赢两个点 就买买买买 最后买上来买了两个点 就占了两个点的钱 那么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我买了 对吧 白骨掌停的隔日 我肯定是要买微盘狗的 这个昨天就说过了 昨天就说过了 那这个 这个就是 我是自行合一的 你们别以为我说说 说这玩的 对吧 是不是昨天白骨掌停啊 昨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 对吧 在在这个 有看来上做直播的时候 我也说了 什么时候买小盘狗呢 白骨掌停后 去买小盘狗 对吧 但昨天我没有 没有去买 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回彩的 因为昨天很多 还是不行 有回彩 那今天回彩了 就买了 当然肯定是分批嘛 那再跟大家说一下 技术是有效的 这个是微盘狗指数 而不是某一只个股 某一只个股 是不会这么看的 对吧 那么大家等着 微盘狗出清后 大部分应该就差不多出清了 微盘狗出清以后 报复性的反弹 因为微盘狗的 你看微盘狗 它也是放量的 对吧 大家看到吧 微盘狗也是放量的 那微盘狗也是放量的吧 整个来讲 对吧 都是都是放量的 那么虽然是跌的 对吧 它成交额也是不断在放大的 昨天是219亿 今天224亿 对吧 我们就当做一个参考 放量代表什么 这也算是微布杀的放量 放量代表筹码交换了 那么筹码一旦交换了 交换出来这些筹码是什么 就是割漏盘 对吧 它不是套牢盘 它是割漏盘 所以上去的时候 微盘股反弹的时候 也绝对不可能就一天完蛋 或者是就一根阳线就没了 它反弹的时候 有的股票反弹的时候会逼空的 就连续的往上拱 你见过所有的不好 就是这个是你见过所有的不好 会让你见到好 也许在两 2025年 我这么说吧 也许在2025年的某一个时间点上 有些股票又回到了你当初的位置 好像这件事情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因为微盘股里面已经出现了 很好的就是承接了 就是开始有资金承接了 那些承接的资金一定不是像我这样的人 我只是说来偷个机的 或者说我只是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们买一下对吧 来承接的人不完全是断线 因为我没事我会翻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就是没事就看了 看了蛮多股票 对吧 包括科创办这些 科创办里有微盘股 跌得很厉害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有人又开始说了 你看这种微盘股都是垃圾股 以后就像港股一样 你们去看啊 已经有人讲了 像港股一样 对吧 以后这个A股市场太大了 那么A股以后会变成什么呢 就是港股化 有垃圾股 港股化你看说了很多年了吧 美股化也说了很多年 你看看现在的A股 你回头就你回过来看 这个事情五年前就有人讲了 过了五年了 你回过头来看看A股 是不是还是A股自己的样子 既不像港股也不像美股 还是自己的样子 像美股你要卖牛了 对吧 你像卖牛了 你毛团都跌成这个样子了 你用哪个股票 像人家这个微软啊 英伟达这种的 一直常有的 没有的呀 对吧 其实就是抱各种风格的抱团 抱完全死 它就是A股的风格呀 A股的风格是什么 做庄呀 就这么回事呀 只是说换地方做庄呀 换人做庄呀 最早的就是庄家呀 后来什么公务做庄了呀 然后去年是什么呢 量化做庄了呀 抱的微盘股呀 就各种庄庄呀 A股的本质又没有变了 谁都不像呀 然后现在又有人开始讲了 微盘股啊 以后就是这个港股化 我跟大家讲啊 当然我们不排除 有些有瑕疵的股票 退市啊等等这些东西 但不会 你们 我给大家一个指标 你们自己去看 我呢 肯定会去选一些 这个相对比较好的 对吧 我举个例子啊 如果一只股票 跌到了 十个亿以下 就他的市值跌到了十个亿以下 那肯定是违反股了 但是他账上趴着五亿现金 业绩还不是亏的 你觉得这种公司会退市吗 你觉得这种公司会变先股吗 开什么玩笑啊 人家账上有五个亿 市值财 市值财多少 市值财十个亿都不到 就我账上拿着 有五个亿的现金 当时募来的 对吧 这是账上 不算 这个是什么 现金啊 我有五个亿啊 我还不算什么 我的这个总资产啊 对吧 我还不说什么 不说什么 这个 应收账款 我的总资产 我的这个 比如说我有厂房的 对吧 我有这个专利的 我有各种技术的 这个这个品牌的 这些东西 无形 无形的价值 我就不算了 这不是无形 还是有形价值 对吧 不算 我光现金就有五个亿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知道拿五个亿出来 如果我拿五个亿 全部回购股票 我一枪头就能把公司 百分之五十的 股票全部买走 一共就十个亿 我本身还大股东 我占着百分之二三十 可能对吧 我再把市场说 市场上百分之五十的 股票给买走 你觉得这股票 是不是要上天了 这股票是可以涨到 一千块钱 所以你觉得这是先股吗 我反正把我的选股 思路跟大家讲 你们自己去找一下 如果你想要弹性的话 微盘股是接下来 有可能反弹当中弹性最大的 但是你要找到 你不能找那种 烂得不得了的东西 你要找这些好的公司 还是 它是因为初青被腰斩了 初青被这个 我们说这个带下来 跌了带下来 那这种回去很容易的 因为它筹码很轻的 甚至于你有可能 在下半年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 它股价回到原来的位置 所以微盘股 虽然我说 有可能你们手里 拿着微盘股 跌了很不舒服 我也有 心情是一样的 但是任何事情 都是冷静下来 好好想一想 不能因为别人 说了一句什么话 微盘股的春天 还是会有的 像这种极致的跌 就这种极致的跌 周线的惯例率那么远 它的反弹 要不就不反弹 反弹起来也很厉害的 也很厉害的 好 那我再多说一句 就再多啰嗦一句 A股就是那个A股 它还是那个 让人非常 这个我们说 就有点像这个 痛恨它的不争气 对吧 那A股很多东西 它没有变 跌多了会涨 涨多了会跌 每次跌到你崩溃的时候 可能就是它的临界 对吧 而且 我一直讲嘛 市场是有效的 阳光底下呢 没有什么新鲜事 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 其实就是 每一次出清 每一次跌多了 然后就孕育着新的财富 现在对于很多 微盘股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利好 就是股价极其便宜 非常非常便宜 而且筹码 也很干净 因为你 你这些筹码是什么 你不是套牢盘 我说了 其实就是 这个 割落盘 出清盘 对吧 所以不要因为某一天 或者这一两个星期 对吧 这两个星期 是微盘股的 这个我们讲的 至暗时刻 也许过几个月 微盘股 有沐浴春风了 对吧 所以弹性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 因为 这是最小的球 这是个球嘛 它是最小的球 弹性最大 然后呢 它是一个自由落体 坠下去的 那么当它第一次 弹起来的时候 它的弹数也是最快的 也是最快的 然后在弹的时候 就是在未来 微盘股弹起来的那一刻 你再去区分一下 你手里股票的好坏 就像这两天 对吧 你去看一下中盘股力的 股票的好坏 你就能看得出来了 涨得好 涨得不好的 是有讲究的 这中盘股力 对吧 所以呢 想大家就明白这个道理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我说一下嘛 那天不是跟大家说 ETF的事情 对吧 其实做电视节目呢 我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种东西 我也不能去这个 非要加上自己主观的东西 跟你们讲 我肯定是 这个会讲的比较详细 对吧 我从来没说过 让你们去买50ETF 就那个 我从来没说过 让你们去 虽然国家队买的 对吧 我也不会让你们去买 这个50ETF 从来没说过 从来没说过 对吧 300 你实在保险的 你要去pay点是可以的 但是我的 我给的建议你们都知道 就弹性嘛 要不就1000 还有是什么 还有其实就是两个 科创版ETF 给大家看看啊 这是50 科创版50ETF 我为什么 周一的时候 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也说了 可以去pay点ETF 然后在周二的时候 对吧 你们都知道 昨天的时候 早上特意说了 ETF 你们看一下 这是50ETF 我们先不说超不超跌 对吧 就这一天跌下去 来看一下 0.666 这是三宝台 非常难见的 这个就是底部的信号 就底部那个数字 非常非常难见 我是周一的时候 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知道 周二要买什么 如果你不买股票 你就买什么 你就知道 对吧 所以你看 昨天涨了六点几 今天又涨了两点几 对吧 就是两天里面九点几 相当于拿了个掌听 你等于吃了个掌听 这是ETF啊 你别搞错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 588900 这是科创 100的 那100肯定比 这个50台金大了 按照中盘的原理 你觉得你应该去买100了 对吧 那你看看100的更吓人 昨天一天涨了9点几 9.19 今天继续5.166 明天再大一抽 等于三天拿两个掌听 最短的版 现在明白了 我要买的都是最短的版 我这个话都不是 不是这个 一拍脑袋乱说的 对吧 那你们看到最短的版 昨天创业版 课唱版 是不是弹性最大 每次都这样 当你看到最短的版 出现弹性的时候 你才能够确定说 这个地方 是真反弹 我教的这些课程东西 都是来自于实战 对吧 都是来自于实战 为什么我之前一直强调说 哎呀 课唱版 这个连3%都涨不到 那肯定不行 这个反弹不行的 对吧 还要下去的 所以只有在昨天 看到这个情况 当然 那个左侧点 是在星期一 左侧点是在星期一 所以星期一 当我看到了 这个科创版501TF 打到0.666 这个最低点 收上去的时候 我基本上已经很肯定 指数没有低点 指数没有低点 不然我不敢在电视节目当中说 对吧 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我也不敢说 非要 就杨子当时问我 你们可能都听到了 对吧 那是不是最后一跌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股票分化太厉害了 小的还在跌 对吧 那大的可能已经止跌了 然后呢 看双创指数呢 已经两阳加一阴了 那这个应该就是底部信号了 所以我觉得指数 你要问我指数 我认为没有低点 但你说是不是最后一跌 因为你跌 你所有的跌不光是指数呀 对吧 因为还有板块跟个股的问题 那有的个股还得跌 那怎么弄啊 所以我也没法回答 是不是最后一跌 但我比较肯定的是指数 就是最低点 答案在这里 三个六 0.666 加上其他的盘面语言 以及创业版 看到吧 这叫两阳加阴 这是底部两阳加阴 跟我们所谓的两阳加阴 是不一样的 虽然有低点 但是方量拉起来 还是阳线 那基本上就知道了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 这我节目当中讲的 对吧 他们已经是两阳加阴了 然后上增指数呢 连续两天被拉回去 都收在2700点之上 那基本上就 因为这天破2700点下去 对吧 那第二天是最容易跌破的 它为什么不跌破呢 还要拉回去 说明指数是有人管了 这个事情不用我们去管了 指数有人管了 对吧 那既然有人管了 跌下去拉起来 你再跌下去 它再拉起来 那还有一次 事不过三的 这次拉起来 就是周二 昨天的拉起来 那就不是拉起来了 要拉出去了 对吧 那再加上消息面的一些东西 停止转龙通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就都来了 那么 毫无疑问 市场就起来了 那么现在市场 还是比较恶心的地方 对吧 为什么说比较恶心呢 像这种什么 还有地天版 对吧 昨天的那个 所以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中级健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地天版 今天天地版 说明什么呢 这个中一更直线下来 说明什么 现在是我题材高标的东西 对吧 还是不行 就因为题材高标的东西 你需要有一个板块来做支撑的 现在没有板块支撑 现在最好的板块都是超跌板块 对吧 然后赛摩智能这种 你看也是 打了两天又下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高度起不来 对吧 唯一一个 就是克莱基电 克莱基电天天天离制版 那这个呢 这个方向就新制生产 这个新制生产力 那么新制生产力 其实现在一个分支 今天很多机器人的品种 对吧 什么爱斯顿之类的 爱斯顿 爱斯顿之类的 对吧 就这种的 你看也涨停了 那么其实它也算是新制生产力 那么就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 机器人板块 对吧 就是智能机器整块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三连板 这个也是新制生产力 也是属于机器人板块 叫中重科技 对吧 中重科技 好 那么这里面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就是红涛 红涛是什么 红涛是并购重组的 这个就是股权涨并购重组的 那么大家知道 现在最近不是 我们看到管理层已经开始讲了 要加大并购重组 要这个让这个就是包括这些央企啊 这些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嘛 就是又开始重申这个并购重组这块 大力支持 那为什么大家知道啊 为什么支持并购重组 是因为现在股票太多了 如果IPO继续大跃进 那股票不是越来越多吗 对吧 现在五千多家 很快就六千多家 七千多家 越来越多 那并购重组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让现在的这个上市公司 不会因为其他跟他同质量 同类的 同类型不能说同质量 就同类型的这个公司 对吧 就同类型的公司 跟他什么 上市以后形成内卷 就比如说你是做锂电池的 哎 本来蛮好的 结果呢 又上了二十家锂电池 他们拿到钱以后就盲目的扩张 形成锂电池行业的什么内卷 那现在怎么办 就很简单 宁德时代你去做并购就好了呀 你把那些小的收了呀 不要让他上市了呀 都同质化的呀 对吧 你们都是做气配的 你们搞什么呢 你就搞两家大的气配 收一下就好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 后面 可能今年 另外一条 暗屑 有可能就是并购重组 并购重组 有可能是今年的暗屑 因为并购重组 可以极大的缓解 IPO的厌赛户 对吧 有的你看 我这个上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我公司也不错 对吧 那行业里面也知道我 那找一个大的并掉算了呀 对吧 有人愿意收就收了呀 这样的话呢 可能现在有些 主营不太好的 他也谋求一些并购重组 那么就去找一些 能够这个并购重组的方向 对吧 一些好的公司 比如上这个 也在申报的 想上市的公司 那就 大家合二为一嘛 算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IPO的数量还会减少 那如果IPO的数量减少 这个 实际上对市场的生态环境 是有利的 对吧 不然的话 无限的发行IPO 谁也受不了 鱼越来越多 池塘里的水越来越少 那谁受不了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到时候看吧 反正就是股权转让 跟这个并购重组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红糖 反正就是这个概念里面 那么到时候来看一下 还有呢 就是有些这个 有并购重组的 对吧 有什么一些 一些地方国资参购的 那么后面有些什么 消息啊 信息啊 这些东西 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另外呢 就是 像什么中式传媒啊 这些东西 对吧 中式传媒 还是很弱 对吧 虽然今天没有跌停 那么昨天的那个叫 这个上海 一年 对吧 好不容易搞了一个 这个涨停了 今天又跌回去了 所以就这些 其实都是 题材的 这个超跌 那题材的超跌 它一定需要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 需要微盘股指数 也就是说 微盘股 最终能够直跌 反弹 那题材 它会跟他们一起 因为这两个方向 通通叫做情绪 就他们是代表真正的情绪的 对吧 情绪我们往往知道都是 要不就小票 要不就题材 那你现在整体小票都是弱的 所以题材也起不来 对吧 然后呢 唯一一个 新制生产力 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 还是个股 它就是 它没有从点到面 还是个股为主 就克莱基甸这种 那克莱基甸这种也很讨厌 为什么呢 你连续顶一支上去 也容易形成什么 筹码的断层 一旦筹码断层了 对吧 现在可能是600了 就是 就是 看现在就是600的高度嘛 对吧 那一旦 比如说现在它 12345了 对吧 如果像这种 心肌健康嘛 对吧 中肌健康嘛 对吧 中肌健康就是断600嘛 就600断掉了 2455个这个掌停 然后今天就断掉了 到了600 搞了一个这个天地板跌体 那么现在就是600 对吧 那600问题也来了 它也是 因为它是空心上去的嘛 筹码是断层的 所以也会面临这种问题 对吧 那因为 只有说是一个板块 能够里面有中军 对吧 有其他的趋势票 大家都走得很好 那么弹性票 它的作用才会 起 就起的作用会更大 不然的话 光靠一个弹性票 也很讨厌 也很讨厌 而且呢 现在来看 因为是超跌行情 就整个来讲 我们看到的都是超跌行情 那超跌行情 它就容易什么 让市场的风格出现转换 因为 如果你超跌行情起来了 然后市场又没有明确的主线 就没有题材的新周期吧 我们这么说 现在是没有题材的新周期 对吧 唯一一个新资生产力 还是个单票 就拉上去了 还是个单票 那 如果没有题材新周期 而 本身 行情又是从超跌开始 那么超跌的那批中盘股 对吧 中盘股 或者说是一些中大盘股 它就容易走趋势 也就意味着 整个市场的风格会有变化 因为 去年 就2023年的时候 其实市场的风格是 偏题材的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是偏题材 偏小票 各种各样的题材 满天飞 一个题材 人工智能出来 有CPU啊 有算力啊 有下游的文化传媒啊 对吧 然后有机器人啊 等等啊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 就是我们叫的分支 对吧 一个题材出来有分支 对吧 就是那么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 任何的一个题材 什么代分支 也就是说 纯题材型的 就是题材它是什么 就纯 纯粹 情绪性的炒作 都没有高度 或者说 看不到什么 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就纯粹 情绪性的 反而是什么呢 反弹已经 已经有点走出了什么呢 就反弹有点走出了 趋势性的格股 所以大家要留意 这个市场的风格 是悄悄在转变的 对吧 这是市场给我们的信号 就不是今天我说了 它好 或者它不好 对吧 哪个风格一定会胜出 我们没有 不要这个 带着绝对的有色眼睛 或者主观的意愿去看 因为现在 这两天市场所 呈现出来的 包括前面 互盘的时候 呈现出来的 其实都是趋势 互盘的时候 你看中时有 对吧 这个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长江电力 对吧 中国神皇 其实他们走的都是趋势 那么反弹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留意 是不是会出现 叫做这种 中盘股的趋势走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只能建议说 就你得 拿一下股票 而并不是追求弹性的 在里面折腾 好吧 今天这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 因为周五已经就是我们放假了 所以就提前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新年快乐 对吧 那我们就接后回来再跟大家讲这个新的内容 当然 本身没啥问题 对吧 就是 就是明天反正就是最后一天了 对吧 有什么盘面的情况 我也会 透过五评啊 语音啊 会跟大家再交流一下 好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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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